此刻是菩提加爷最冷的季节 照片中的孩子身着薄衣 甚至是打赤膊 目击3900公斤的物资 就为了让挨饿受冻的村民 能够好过冬 在这里的职工并不多 能号召来的大多是亲朋好友 情义相挺 近900分的物资包 从下货到打包不分昼夜 这是第五次 慈激在菩提加爷的纾困发放 要走访的三个村落 临近市区 靠近河边 都曾因好雨成灾 再加上疫情是平中之平 职工持续关怀不间断 村民们也早有默契 拿着物资单依序排队 用最虔诚的仪式礼拜佛陀 感恩这份来自台湾的爱 头上顶的除了大米和杂粮 还有两大袋的厚毛毯 无助的脸庞 有了光彩 因为这一夜 终于能够吃得饱 睡得安稳 在佛陀悟道之处 例行慈悲法门 目前已经有两万人接受帮助 而这份爱也会一直都在 大海新闻是阳 印度报道 您好 感谢观看